走在马路上面也可能是危机重重 我们说在骑楼底下 你会发现可能每一家商店每一栋楼呢 它外面的这个骑楼的高度都不一样 但是这也差太多了 在台北市复兴难度二段 有一个店面跟骑楼 竟然跟旁边差了50公分这么高 老居民都晓得来这边不是斜着走 就是绕过去走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就在这边摔倒了 甚至造成有这个太太跌倒 跌到手臂骨折下巴也缝了六针 所以当地人呢 就把这个骑楼取名为死亡骑楼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为什么都还不解决 小朋友愣在这不知怎么下楼梯 直到妈妈伸手慢慢牵下来 还有这位婆婆巴着墙壁表情痛苦 多年前在这摔倒骨头碎裂 开到治疗到现在还得绑绷带 最近摔倒的还有她张阿姨下巴缝了六针 手骨折整片瘀青 我踩第一步右脚踩那 左脚踩下面那步 就这样滑倒了 是不是她阶梯太短 对对太短 就是眼尾看到有人这样走过来 然后就啪一声转过来 那个阿桑就已经跌到下面了 然后看她怎么都不动 我都赶快跑过去要把她拉起来 然后她好像有在动 可是头一抬起来 看地上就一滩血了 凶手就是这个骑楼阶梯 仔细看高低差达到50公分 虽然做两层阶梯 不过阶梯太窄 一脚踩下 有一半都在外头 容易踩滑踩空 民众说这根本就是死亡骑楼 因为这个地方 事实上摔过无数的人 不是说很多人 是无数的人 难道这个公众的利益 一定要摔死人吗 陈勤同时路过民众 还前来深渊 因为实在太多人吃过亏 原来多年前曾经淹水 当时屋主将棋楼垫高 屋主早就换了好几手 无法追究 里长希望借由公权力整平 却遭市府建管处回应 棋楼属于私有产权 得和住户协调 一拖再拖 不禁要问 一天不整平 像这样摔倒兽医的状况 还会发生多少起 新闻新闻零食物家会 台北报道